我們現在回到第二節 Kensler 我們繼續談《聖河西謀殺案》 好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你的電影 是說美國很多華人的身份 你觀察到華人是怎樣的 其實雖然現在《聖河西謀殺案》 裡面的角色 好像是比較融入不了社會 他們自己活在自己的空間 但如果說我過往的經歷 譬如在美國 其實我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華人 但很有趣 基本上我都有一種感覺 在中港台是分開玩的 譬如我們去到美國 普遍來說 大家無論是香港來或是台灣來 他們都說你是中國 以前我的概念也是這樣的 譬如我跟台灣的朋友一起 我都會基本上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後來我發現 原來你是不可以這樣 因為他們會不開心 有些台灣人可能他自己 他有他自己的 他很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是一個獨立的地區性 所以他會更正你 說我是台灣人 這樣東西是很有趣的 因為在香港你是不覺得 我覺得無所謂 被人稱為中國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其實有甚麼分別 但是對於有些人來說 他很堅守這件事的時候 你便要尊重 政治上的事由得他們去 政治上的人去決策 但我的意思是說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便會變成你要互相尊重 那時我去到時 我便會發現 其實中港台 大家的生活模式 因為好像大家都一樣 同一個文化下來 但大家的看法 價值觀 生活模式都很不同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都是 分開玩 他們的確是 比較死守自己本來的生活模式 所以他們 都不會去看西方的電影 或者他們的朋友 多數都是中國人 很喜歡煮香港的 金字玉葉 他們可以租回來看 那些 我很記得他們在看 曾志偉主持的綜藝節目 他們都很熱衷於租回來看 東周行和一周行都會買回來看 雖然是遲了很多期的 但亦有另一群人 他們其實已經很融入到美國文化 他們的朋友 或者他們的下一代 基本上你都會覺得 好像《燭星》一樣 雖然有些人不喜歡被人稱為ABC 但你會很感覺到 他們吃的東西 或者他們生活模式 其實都已經是當地人 沒錯 口音也是 你只不過是皮膚上面 你會知道那個應該是華裔 你那時候 我那時候 其實我住了三年 我在三藩市住 其實你整個星星很近三藩市 多不多中國人 你去 多很多 三藩市有很多中國人 其實他們都說 是 起碼有六成的黑頭髮 我想黑頭髮 未必一定只是中國人 六成是黑頭髮 很多 墨西哥人也有很多人走上去 所以我想你那部戲 其中有提到 對 有提到墨西哥 因為有很多人請墨西哥 那時候我很喜歡去 墨西哥 這個叫做Mission District 那裡是墨西哥人區 那區 很多人都不敢去 未知不敢 但他們覺得是比較墨西哥人區 但我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月 我真的要體驗一下 剛巧我有一個朋友 他叫我幫他開房子 我說好 我就開房子 其實你說完全不害怕 又可能不是 因為始終你傳言的區 但是我住在那裡 是OK的 每天是花學 去那個巴士站 那個墨西哥的站長 看見你又很開心地跟你打招呼 其實我想這些東西是你自己去到 你住在那裡 其實那種害怕的東西 是會帶走 其實我們首先起了墨西哥 對 我們自己起了 對 我們自己起了 我有點好奇 那時候你是去到戲劇 因為我那時候去山壇時 那段時間沒有到處去看到 有沒有華人的劇團 譬如你那時候有沒有一些華人的演出 那些是很… 譬如台灣他們自己組織了一些戲劇 自己不是很業縣的 那些會有 但你說真的很專業的那些 紐約會有 一兩個華人的團體 陳韻盈西哥的那些 是不是 四代她就在那裡 是 是 是 另外還有一個 我忘記了叫甚麼名字 他們已經很有規模 有定期的演出 有自己舉辦一些工作室 或者一些教班 我當時2005年的時候 也不錯 你自己寫《聖河西謀殺案》 那幾個華人 你覺得他的歸類是哪一種 你觀察到的哪一類 我覺得是 因為故事 他們自己獨有的背景 所以他們自己想逼在一邊 但我覺得他們是屬於一種 在介乎中間 他們既不是… 因為他們懂英文 你不要說去到美國 譬如你有時去唐人街 有時見到公公婆婆很可憐 其實好像一個比較大的監倉 因為其實她出了唐人街 他們就生存不到 語言 糟糕了 因為年紀大了 他們長大了之後 其實他們不會想留在唐人街 他們一定是想衝出去 當然 又搬出去 或者他們的生活模式 已經不像我們一樣 我們會和父母一起住 或者經常去探望父母 但那些老人家就在唐人街 即是在那裏 他們就無法衝出去 我們《聖華西貿西港》裏面的電影 那幾個角色是好的地方 即是我在說香港人那一班 他們懂得語言 所以基本上是溝通到的 但是他們又未至於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有的包袱 他們又未至於跟西方人很接近 是的 沒錯 我看到那件事 他們懂英文的東西 純粹是溝通和生存 但是他們不是想拿這件事 去融入生活 當然 你的電影是有他們一定的原因 令他們不可以融入 但是他們是想的 因為他們不斷看著 五年之後他們會實行這件事 是的 但是如果我看回那時的華人 其實這些都是其中一種 他們會生存在社會上 他們會知道社會發生什麼 但是他們不會融入白人 或者其他種族的圈子 亦不會的 當然我當時也看到有一些 其實他們去的時候很年輕 可能是二十多三十多歲 但是如果他真的沒有信心 他就躲在唐人街 是的 一輩子了 然後看著他 而且你很難去抉擇回香港 或者大陸 因為你的節奏已經… 我都有跟他們的經濟 他們會覺得香港人的節奏很快 嗯 他們會覺得我回什麼香港 回香港我跟不上 沒錯 我們經常去想 去外國一定很好 他們一定是生活的 但是回到後 他們也有他們…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自卑 或者是什麼地方 他們覺得香港的考慮是很快 很快 他們是會追不上 我很記得 我初初去頭幾天 我就去油局排隊 哇 猛到呢 猛到呢 如果在香港 你早就被人罵 是啊 因為他們真的會問候 你的貓啊 天氣啊 我的孫子啊 然後我真的猛到 結果有一次 因為又要趕 趕著上學 我真的在那裡 飆眼淚 我真的很猛 好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說說 我們的美國生活 或者戲的東西